1. 黎明之前本剧是一部叠账片,整个故事情节无不透着一种蓝色街调,黎明之前叫人看得很过瘾,整部剧就像编导摆出的一副真龙奇菊,将观众去自行破解,仿如独巧克力案的多重解答, 又死罗生们都把本讲是黎明之前的创作者,以开放的心态,为观众提供了很多闪门,你选择走进的门不同,你可以得到的故事,便将以不同的面貌呈现。 2. 风云年代风云年代,塑造两界半战争,终于为登峰造极式的中共战略间谍,国民党国防部战略司司长梁同的形象,说他是战略间谍,因为他完成的任务,不是小打小闹的情报,比如某次战役的行动计划,比如前福特务的名单等等,而是彻底影响战争走势和最后胜负的决定性贡献。 3. 本剧献理中国共产党95周年,把英雄的故事宣传于天下,整个剧,价格完整,思路明细,以己见识为脉络窜起整部剧,缓缓相扣,节奏紧凑,更加难门可贵的是,将米国此时轻描淡写的融入剧中,尽量还原每一个人物的性格与形象。 3. 誓言无声如果暗算是内地叠战开山大戏。 2002年的誓言无声,就是内地叠战片的鼻祖,克制的叙述,有节制的煽情,何不耍惊悚,比后面太多叠战戏都好。 4. 一部容民众,深沉,崇高,大气,活泼,乐观,静谧,理想,夕阳,还充满旋影元素的好电视剧,看,那出来后来的暗散,在一些地方,甚都有这部片子的影子。 4. 一触即发,一触即发整体风格干净利落,喜剧张力层层逼近,剧情节奏紧张有序,充分反映了导演的反控能力。 4. 剧情表现上,则仅仅抓住观众最爱的几项戏剧元素,既有叠战剧,强烈的推理悬疑色彩,又兼顾枪战动作戏的视觉冲击,又有可媲美的偶像剧的剧男靓女,来演一个种感情戏,更有双生兄弟戏内部换身份上演戏中戏的桥段,想不抓人眼球都难,剧情上更是令人击少。 4. 出自两兄弟的对手戏,剧中多不胜数,几乎所有镜头的过渡处理都极为自然。 4. 此外,积极剧情无不落脚于段落的高潮之上,令人追看时遇大不能,5. 暗算,暗算作为一部反映新中国,成立初期情报工作者的叠战作品,充满了赦密与解密,天才与疯狂,爱情与仇恨这样的对撞交错。 在那个神秘的编辑制的701,一群不见经转的天才破解,只主宰他们命运沉浮的密码。 好嗎